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喂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入油啊 油燈亮光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入的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啊 去1clickradio的網站便知道 就是這麼easy啦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 最upd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測完油價順便聽到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天地有正氣 集營不留言 下則為何惡 上則為日星 於人 喂喂喂 你幹嘛享受背正氣歌啊 就一clickradio咯 我也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也不用背正氣歌的 不是喔 那節目表寫著 天地有正氣的 哎呀 此氣不同脾氣啊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肥龍出文為你介紹新戲 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 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咦 更翌日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你自己先喔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前途萬里 節目主持 陳華紅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陳華紅 又是到了前途萬里的時間 先跟大家回顧 剛剛過去一個星期的 加拿大股市 過去一個星期 加拿大股市 是比較輕微偏遠的 輕微的意思 其實是 升跌幅度也有 但是呢 整體來說 整個星期 多倫多 綜合指數 只是跌了百分之零點四 就是大概六十多點 就是說 波幅呢 是大 不是單邊的 有升有跌 例如星期一 多倫多指數 就跌了二十四點 當日主要 因為工業股是比較差 到星期二 能源類股份做好 多倫多指數 又升回九十七點 當日還創下 19個月以來的新高 星期三 聯邦儲備局 正式公佈加息結果 也有講一些會後聲明 我一間會討論 當日 其實股市 跌了188點 是一個 星期二 最大的單日跌幅 星期四 指數又散發了21點 星期五 指數又升至33點 這些就是佛善觸塵 所以我也不會多多提 講完加拿大股市 我們就講回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 而言 整個星期的表現 就是反覆 因為 如果我講回到 多倫多指數 整個星期 只升了百分之零點四 而標本八指數 有升有跌 有些股份 就是科技類的比較差 但是一些工業類的股份 又可能挺好的 所以 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訊息 大家都明白 因為 剛才我講過 聯邦儲局 在星期三的加息決定 其實是影響到市場的表現 星期三 道指當日是超過100點 但是 星期四 道指又曾經升上百五點 雖然最後升幅 就收窄到59點 道指 到星期五 升了71點 還有道指幾點 看到市況 其實 大家都知道 道指 曾經升過 歷史新高 甚至道指 標普指數 和納斯達克指數 都曾經創過新高 道指 更加 接近了2萬點 所謂大關口 所以 市況其實 很多人都擔心 穿不到 會不會回 有些人不敢入市 市況 又差一點 市況下跌了一點 星期五 大家都知道 中美有一個 所謂小型的衝突 就是 中國海軍軍艦 無緣無故 搶了美國海軍的水底 無人探測船 這件事 當日 雖於事態還未完全 曝光 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結果會怎樣 當日的市況回得比較急 所以 就說 升了幾大點 跌下去 但是 今個星期的焦點 大家都不用想了 一定要說聯儲局 聯儲局 就是議席聲明 大家都知道 提高了基準利率 由現在的0.25%至0.5%區間 升到0.5%至0.75%區間 2015年10月 即是去年的12月 第一次來第一次加息 會有聲明 都說到 應該會是 勞工市場的緊張 會令到 通脹升上升 是加息的原因 也是在聯儲局官員 裡面 有些預測的估計 就是估計 明年來講 有機會不是加息兩次 而是加息三次 每次0.25%的部分 這些都是比較新的事情 但 聯儲局主要在會有的聲明 那個記者會 都是沒有什麼新意的說法 主要就是會看定些 也都會因為 說明是說特朗普 當新的美國政府上場之後 可能有些貨物刺激政策 即貨物刺激政策 即貨物刺激政策 可能影響到整個市房 對經濟前景的看法的時候 他們的加息部費 都會受到影響 這個都 不是以市場以來超久的 大家都猜到的了 第二天 即是星期四 Richerman聯儲銀行總裁 Lekker 拉克爾 也提過說 聯儲局可能會加息多於三次 他會比較激 而比較中性的 例如 布拉德 就是 李星路易聯儲銀行總裁 布拉德 就說 可能要評估了 特朗普上場之後 未必會在7年多多幾次息 可能是2018年到2019年的 經濟增長的情況 表現到 才會多多幾次息 整體來說 我覺得聯儲局的加息聲明 是沒有什麼心意 也表達不到 到底聯儲局出現 是否只會加三次息 即是說 有個別的委員 心態是改了 擔心 預計到一些特朗普上場之後 不會有一些大部分動作 這些動作可能到經濟會加快 通脹會上升 這和市場之前的預期 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會覺得 如果你想憑 聯儲局會有聲明 去估計到底那個加息步伐 現在的時間還是早 而最重要就是 因為明年 我們2017年1月 特朗普正式上場之後 所以大家都說了 8日新政了 到底起碼100日之內 到底要公佈什麼措施 什麼具體的方案 去刺激經濟 現在是靠股 但是市場已經升上去了 升了之後 如果你還未入市的話 你更加不應該趁 大家還在股股下 才敢入市 所以大家會看到這個市況 尤其是美國股市 或者加拿大股市 都是平平 開始在高位回整顧的 而這個加息 對加拿大經濟影響的衝擊 我想大家都看過 不少專家的說法 我自己講了 我的說法就是 這個美國加息 對加拿大的實質經濟衝擊 是有限的 首先 我們會看到的 就是美元強了 美元強了 但是就加支弱了 加支弱了 大家就會計算 流價消費 也會刺激到 加拿大產品的出口 除此之外 它沒有刺激到 加拿大央行 真的會調高利率 因為加拿大經濟 不容許 加拿大央行 覺得加拿大經濟 還未去到 調高利率的階段 它不會調高基準利率 有些 因為按揭的利率 可能會上升 是因為 加拿大的國債 收益支息率 是可能跟 美債影響的 可能會上升 這樣導致有些銀行 可能會加按揭利率 但是 當你的所謂基準利率 不加的話 即是所謂的 不加的話 整體來說 市場 借貸成本 是沒有特別上升的 對加拿大經濟來說 是沒有特別大的衝擊作用的 只會導致到一些 小型的商業活動 例如用美金借錢的時候 你會發覺 美金的利息高了 當然 你可以借加拿大紙 不要叫美金 當然 所以這個 整體來說 對加拿大經濟來說 我不覺得是很大的衝擊 因為美國加息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由一個 加拿大的 本位角度出發 加拿大股市的升法 升級走勢 仍然是似乎商品價格 例如金 金價 例如油價 這些經濟因素 這些商品價格的因素 波動去決定 而不是說跟美國使用的 在暫時來說 可能直接 明年上半年之後 可能就會因為 加美息差 如果再擴闊 就不利於 加拿大的資金會流失的時候 可能會被迫 加拿大一行會加息 但是這個幅度 應該沒有美國那麼明顯 說完聯儲局加息的影響 的看法之後 我可以說一下大家 下個禮拜 就是 接下來這個禮拜 就是聖誕節前 所謂的交易時間 這個通常叫做聖誕中 當然香港叫聖誕中炒匯豐 加拿大 包括美國 聖誕前 股市可能傳統上都是比較好的 一來市場的人數 參與人數少了 二來市場氣氛 可能都是偏向於買 而減少賣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都會市場比較升呢 但是今次 我會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 11月18日 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美國股市標佈500指數 已經升了5%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聖誕中響氣之後 是不是市況會升 我就覺得會少少擔心 反而呢 我相信呢 可能會有一個調整 然後等待一個機會 就是說 一月份 一月勵升那個升市 可能會明顯一點 大家都知道 機構投資者 通常都在一月份 會重整投資組合的時候 可能會令到市況 會偏向於利好的 所以一月效應 比較不可忽視 反而你說聖誕中響氣 市市 我個人估計都已經 要升都升都升完的了 可能這個高位有點牛皮 如果你想趁低吸納都未上不可 因為一月效應 可能會帶來更好的刺激 暫時我們今次的前途 辦理說到這裡為止 下星期我們繼續看另一個題目 拜拜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來 喝杯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呃 走了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 找不到 這裏裝修很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 都找不到 嘩 焗豬扒飯 肉醬意粉 豐沙雞翼 真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 更加找不到 什麼都沒有 這間什麼茶餐廳 是10號茶餐廳 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什麼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和我阿傑哥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事 還有最新潮流趨勢 科技薪資 和很多生活實用小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裡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阿傑哥 10號茶餐廳 一clickradio 身在家國 深系香港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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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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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好 好 可 好 好